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 管理数学中线性规划的 利用图形法的应用 解应用问题 首先我要介绍 这个单元中的教学的目标 因为这个单元 它是专门以题目 让同学的话了解 图形法是怎么应用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来说 在知识的部分 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个最重要的观念 就是极大极小的问题 所有的极值 都是发生在图形的 尖点的位置 那么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抓到这个重点以后 我们对于解题的技巧部分 就会帮助很大 那么在技能的部分 因为这是应用题 它不是计算题 我们要怎么样去将这个应用题里面的一些条件 我们要把它转成了数学的一般的计算题 使用了正确的数学符号来表达 这样子的话会达到 试半功倍的效果 再来在态度的部分 同学的话呢 是常常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很不喜欢画图 其实的话呢 画图的话呢 是最容易表达 而且是最容易让我们自己了解 怎么样去解题的方法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在画图的部分要有耐心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图形法 一定要画图 画了图以后 我们才知道我们的 极大极小的发生的位置 那么我们要介绍的是 这个单元里面的教学大纲 教学大纲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解题步骤 要表达给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举了一个 极大极的一个应用题的操作 极小极的应用题的操作 然后画图给各位同学看 我们才知道说 怎么样去把一个应用题 画成一个计算题 再画成图 然后经过计算 算出它的结果 我们现在首先要介绍 解题的步骤 一个应用题到了我们手上 我们首先第一步 要先审题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题目的话呢 它常常是出现怎样的状况 这个题目啊 它写的一大堆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把这个题目里面的相关的资料 集中起来 变成了一些条件 我们的话呢 因为在线性规划里面 我们最重要的两个条件 一个叫做目标 就是我们第二个 目标函数 目标就是我们常常用到的 比如说 我们希望我们的收益变得最大 最大化 如果说我们的目标函数是成本 我们常常会用的是成本的极小化 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 抓到了目标函数之后 我们下一步 我们要找出的是限制的条件 找出了限制条件 再过来的话 划减限制的条件 限制条件列出来之后 就是要做的是下一步 就是执行绘图了 把图画出来 抓到它的尖点 这个最后的一步 把尖点抓出来以后 带入目标函数 比大小 因为我们的极大值跟极小值 全部都会出现在尖点上 所以这一步 就是这个流程 就是我们解题的过程 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个 线性规划的例题 这个例题是有关于 最大的收益的问题 那么 带入目的内容是这样的 有一个农民的话呢 田是两甲 若种水稻的话呢 它的成本每甲是12万 那么它的产量来说的话呢 是8000公斤的水稻 售价每公斤30块 那么这是 这个地方是第一段 若种花生 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如果是以花生来说的话呢 每年的成本是4万 产量每甲是2000公斤 售价每公斤50元 那么 现在它是20万的成本 只种这两种 请问 这两种作物 应该要怎么样去分配 才会得到最大的利润 那各位同学 看到这些题目 是不是觉得 好乱好乱 然后觉得很麻烦呢 首先我们要 我们审题完毕之后 我们要先做一个分类 来我们看看 先做个图表吧 先做个图表 首先我们要看看 田地是只有两甲 而且我们 是不是只种水稻跟花生 所以我们就分成了两部分 水稻 花生 好再来看 水稻跟花生的话 那么下一步是说 我们先看的是 限制式好了 现在我们先看土地的分配 总共有几甲 我们看看它的 原来是总共只有两甲 那么假设水稻是 X甲 好 X甲 那么花生是 Y甲 我们要知道 全部也 土地也不过只有两甲 所以下一步 同学应该知道了 X加Y 怎么样呢 绝对不会超过2 也就是 X加Y 小于 可不可以等于呢 可以 小于等于2 这是第一件事情 跟土地有关的 我们不能够 超过2 现在下一步 什么是限制式呢 成本 现在我们来看 如果说 现在我们开始种了 X 甲的 水稻 那么水稻的成本是多少 每甲是几万 12万 现在我们来看成本了 成本的部分 水稻是12万乘上X甲 因为假设我们是中了是X甲的话 那么就是12倍 所以是12X 花生是几甲 花生是 每甲是 每甲成本 然后4万 找到了 4万 一个是 成本是12万 我们要把这个题目 要弄得非常清楚 我们才能够 很正确的解出题目来 这边是4万 所以是4Y 那现在我们的成本 不是无限的 我们没有限制 不是没有限制 我们全部也只有多少呢 20万 我们都以万来说的话呢 12X加上4Y 这些是要花的 出去的钱 当然不可能超过20万 因为我们只有20万 所以我们就小于等于20 这是我们的 基本的条件 再过来 我们要看看产量 这个地方 它里面有产量了 产量的话呢 以稻米来说的话呢 每甲是几公斤 80公斤 所以8000公斤 所以我们这边是 8000X 没问题 那么如果说是花生呢 产量呢 产量每甲是几公斤 2000 所以我们这边是要乘上2000 好 现在的话呢 问题 我们要的 这两个加起来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重点是说 我们希望 什么 最大的利润 现在我们要把它卖了 把它拿来卖了以后 才能够 这两个才能相加 因为花生的 花生跟水稻 它的重量是不能混的 所以我们要 钱才可以混 所以我们来看看 现在来说的话呢 每公斤 多少钱 30元 那么我们就可以 这边再乘上30 然后这个花生是 每公斤 50块 他们的话呢 花生比较贵 50块 所以我们的话呢 这边要乘上50 来我们写下去 卖价的话来说 这边是乘上30 这是 个是24万 这个乘上50 这边是10万 那么这个地方 这是什么呢 这个售价 这两个相加 就是我们的目标函数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已经做了第一步 将它的目标函数 还有限制条件 都审题全部完成了 现在我们要准备 要进入了 是第二个阶段 就是要准备 要计算它了 那这个地方 我们把版面 空出来 写到上面去 我们再来做一些整理 好 现在我把刚刚的 那个表格 都已经把它做了 在上面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 目标函数是什么 这两个相加 这两个相加 我们写下去 限制条件 各位同学知道 是哪些限制条件呢 在这边 x加y小1等于2 好 注意的是 这边x是不是一定要大 xy都要正的 因为水道 水道的 这个 的 的 那个甲数 它的这个面积 是不可能为负的 所以这相加来说的话 相加小1等于2 我们还必须定在 都是正的前提之下 那么我们的话 看看 这个地方 好像还可以整理一下 这边的话 是12x加4y 我们要做一些化解 我们再来继续做下去 我们现在已经将 目标函数已经定好 限制的条件 我们也做了整理 有共同的因素 我们把它 消掉 变成比较数字 比较简单的 那么 现在我们来进入的是 绘图的部分了 我们来看看 首先 我们要把这个限制条件 的区域 要找出来 x加y小于等于2 以及3x加y小于等于5 这部分画出来 首先画出了一个 直角坐标轴 然后 先看红色的那个 先看y y结句好了 当 x等于0的时候 y是2 所以是 它过了0 2 然后 如果说 y等于0的话 x是2 20 我们知道它过了这两点 把它连起来 因为这是直线 而且它这个地方 要注意的是 我们这边是 小于等于 注意的是 小于等于这部分 小于等于这部分的话 它是在 整个图形的 左方 以y来说的话 是下方 我们把它 我们要的是 这一块区域 再来看这一个 蓝色的部分 蓝色的部分 当 x等于0的时候 y是5 05 当 y等于0 x是 三分之五 也就是它过了 三分之五 0 三分之五 这个地方 是在 2的左边 还是2的右边呢 是在左边 三分之五 还没到2 所以我们这边写 三分之五 0 那么我们连线 这个的话呢 也是在它的左方 于是我们可以知道了 怎么样呢 我们要的是哪个区域 是 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 注意的是尖点 这个地方有一个尖点 这里也有一个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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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的 我们所限制的条件 就在这个小区域里面 那中间有四个尖点 我们的位置都已经知道了 像这个尖点 我们根本不需要看 这个尖点是00 这个我们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没有利益的 根本不重 那我们的话呢 就先放旁边 重点是这个 这个坐标是多少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 怎么样计算出这个坐标 这是蓝色的跟红色 这条线 共同的交集的位置 所以我们要解的是 连立方程式 那么我们先看看 连立方程式是这样的 红色的部分 这条线 我们把它改成等于了 3x加y等于5 我们把它改成等于 然后利用的是 加减消去法 把y消掉 第一式减二式 就会得到的是 -2x是等于-3 那x就是 二分之三 那么y呢 y因为x加y是2 所以y是二分之一 那么这个坐标就是 二分之三 二分之一 那现在我们要看一下 二分之三 二分之一 已经找到了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 来比大小了 最大的获利在哪里呢 一个一个带进去就好了 02带进去 各位同学 02是什么意思 这边是指的是 稻子 这边指的是花生 代表的是权重花生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多少钱呢 来我们看看目标函数 带进目标函数 二带进去 这个我们知道它是20万 我们可以赚到20万块 那么再来我们再换一个 00 00代表什么都不中 什么都不中 不用说 带下去通通都是0 但是这是最小的利益了 这是不中的话来说 再来是 三分之五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所有全部都拿来 中 稻子 如果是中稻 那为什么这边不是2呢 因为成本的问题 成本的话呢 中稻的话成本太高 我们的成本不够 所以我们带下去 看看是多少 40万 不错 这三分之三分之五 这三八二十四 八五四十 40万 所以中稻还不错 不过 是不是最好的呢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二分之三 二分 还有二分之一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是中1.5 假的 到 二分之一 假的 花生 就是说 我们搭配的中 以三比一的 的比例来中 我们发现 我们的获利是 41万 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 以后 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最大的利益的话呢 是在什么情况呢 二分之三 二分之一 然后最大的收益 是在这边 那这就是我们的 最大利益的一个例题 那么 我们常常也有碰到 最小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看 下面一个例题 最低成本 那么各位同学 遇到这些题目的话呢 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 耐心的把题目看完 然后呢 把它的相关的资料 列出来 这样子才能够 正确的解题 来我们看看题目 它有两个厂 就是有关于 生产的酒来说的话 第一酒厂 生产的是三种酒 三种酒分别为 三万瓶 两万瓶 十万瓶 那第二酒厂呢 也是生产三这三种酒 十二万瓶 两万瓶 三万瓶 好 现在的话 我们有一个客户 订货 他希望的话是 ABC的这个三种酒 他要求要 十八万 八万 跟二十六万 他要求要订货 我们就一定要 供给的这一部分 那么我们已经知道 第一酒厂的话呢 每日的成本 两万三 第二酒厂 每日成本 一万二 第二酒厂 比较便宜一点 那么我们问 怎么样用最经济的方法 把这个酒厂的话呢 能够供应这些酒 而且让用最低的成本 去生产 那么我们把这些 一大堆的资料 先列表 是最好的 好 我们把列表 表列出来 这边是ABC三种酒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第一酒厂 跟第二酒厂 我们也把它找出来 现在我们下一步就是 第一酒厂ABC的三种酒 我们也列出来 第一酒厂A是多少 是三万 我们通通都以万来做 基本单位 那B就是 二 两万 十万 第二酒厂 每日生产 十二万 两万 以及三万 现在 问题在下面了 我们要求它 怎么做呢 我们要求 A种酒 是不是至少要 十八万 B要八万 那么 C要二十六万 我们假设 这个做了X天好了 这是Y天 好 我们看看啊 那么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我们是 是怎么样去列呢 限制条件 限制条件 第一个条件 A种酒 是不是 他 第一酒厂 可以生产 三X 第二酒厂 A种酒 可以生产 十二Y 我们要求它 怎么样 我们要符合客户的要求 十八万 我们至少要生产 十八万 可以多 不可以少 因为 如果少了 我们就没办法供应了 第二个 B种酒呢 二X加二Y 同学应该知道了 二X加二Y 应该要怎么做呢 不得低于 八万 二X加二Y 大于等于八 最后一个 用量最大的是 C种酒 二十六万 所以是 十X加三Y 一定要超过二十六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这是我们的限制条件 一定要基本的条件了 我们现在要看看 我们的目标函数 目标函数是什么 最经济 现在我们知道 成本第一酒厂是多少 两万 这是两万三 这是一万二 所以我们的成本 可以不可以列出来呢 是可以的 目标是极小化谁呢 极小化的是 两万三乘上X 就是第一酒厂的花费 因为它乘上天数 然后呢 这是一万二 是第二酒厂 它的成本 乘上它的天数 这两个加起来 就是我们的极小化的题目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 这是极小化的题目 极小化 这个地方的条件 基本上都是大于等于 要注意的 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这个题目是不是 所有条件都在我们的范围之内呢 有了 那我们就要准备进行的是下一步 就是将这个题目再简化一下 我们发现这些都可以简化 对不对 这些的话呢 都是都可以有一个 都可以把它这个数字啊 都能够对消 让它变得数字变得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把它做一个整理 那么我们把它做一个整理 这个地方 题目限制条件 跟目标极小化 我们把它做了整理之后 现在的话呢 下一步的话呢 是这个地方 你看哦 这个边是三 三 十二 十八 我做一下整理 变成x加四y大于等于六 那下面这个呢 当然就是x加y大于等于四 这个样子画图会比较简单一点 第三个 第三个没办法画 我们就摆着 然后再来就是目标 当然还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现在准备把这些资料 把这些资料摆着 然后呢 准备要画图了 好 我们来把这个资料的话呢 开始来画图了 现在我用的是三种颜色 让各位同学看得清楚一点 这些都是我们刚刚已经划减过的 目标函数在上面 那么第一步先画图 坐标轴先画出来之后 我们先看看第一条红线 当x是零的时候 y是二分之三 再点一下 再来呢 二分之三 一点五 那y等于零 x是六 所以它是一个蛮倾斜的一个图 我把这个坐标的话呢 先不急着 先标上去 我们先把图先画出来 然后最后再看它的交集的位置 再过来第二个 这个地方的话呢 要注意都是大于等于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啊 是都是大于等于 但是我们这边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先画出直线会比较简单 再过来第二条线 是零 零四 零四 这是一个斜律是负一的一条直线 绿色的线 我们把它画出来 再过来是第三条线 是 y等于零 x是 2.6 更高了 这比较低 然后的话呢 是x等于零的时候 y是三分之二十六 y是很高 x是很低 所以我们画出来 这是蓝线 那么各位同学要知道的是 这些都是大于等于的 所以都是在右方 那么我们 我们的区域 各位同学知道是 在哪些区域了吗 是在这个右边 这个广大的区域 这边都不要了 那我们把间点先要标出来 一个间点 两个间点 三个间点 四个间点 这个间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先标了 这个标的话呢 蓝色的 这个是y结局 所以这是 当x等于零的时候 y是多少呢 y是三分之二十六 这个坐标呢 这个坐标是 蓝色跟绿色 这个我们要算一下 这个呢 是绿色跟红色 我们要算一下 这个呢 我们不用算 这个红色的话 我们知道 是y等于零的时候 x是 六零 好 现在我们要 重点是在这两个点 现在先看 蓝色跟绿色的位置 蓝色跟绿色 是怎么相交的呢 现在来看 蓝色跟绿色 就是b跟c了 那么我们采用 加减消去法 来 我们看看的话呢 来的是 10b减掉c 我们现在先用 bc之间的连力来做 10b减掉c的话 10y减掉3y等于7y 然后右边的话 40减掉26是14 所以是7y等于14 那y等于2 所以这个地方 y是2 那x当然也是2了 所以这边是22 这边是22 我们记得了啊 22 那现在的话呢 再来这条线 这条线是红色跟绿色 红色跟绿色 简单了 两个一直接减就好了 直接减的话呢 3y直接出来了 等于多少 2 y是几呢 2三分之2 有了y是2三分之2 那x就不难算了 就是直接带进去 直接带到a 或带到b都可以了 那这边是2三分之10 好 现在的话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结果 就可以知道了 现在我要把它算一下 我们现在的话呢 把它的话呢 标出来之后 第一个三分之0 三分之26 第二个的话呢 第一个的话的带下去的值 我们带下去看看 一个一个带好了 0三分之26 这个地方要稍微计算一下 这边因为我已经算好了 这边是0 这边三分之26 这边乘出来是10万4千 10万零4千 也就是说 我们这边的话呢 如果说第一酒厂不开 第二酒厂全做的话呢 是这样子的花费 再过来是22 刚刚我们的话呢 准备标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标上去了 22的话呢 这边带下去是几目标函数 这边是4600 这边2的话呢 是24000 所以加起来的话呢 是7万 没错 再过来的话呢 是这个点 这个点的话呢 是刚才算的是三分之十 三分之二 那么我们也一样 把它带下去 但是这个除不尽 所以我们就把它算 四捨五入 算出来的结果是 8万4千多 这个比较高了 这个比较高 现在目前为止 7万是最低的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60 60是代表的是 第一酒厂 做6天 第二酒厂把它关起来 那这样的结果 我们的成本是多少呢 更高 13万8千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了最低成本的结果是什么呢 最低成本是各做两天 最低成本是7万块 就可以满足客户的要求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得到了最后的结论 生产X天 生产Y天 得到的是2 2 各生产两天 得到的是最佳的一个结果 现在我们的话呢 做最后的结尾 有关于线性规划的部分 这是应用题的部分 注意的几个 很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所有的答案都在间谍上 那么我们要知道的是 在这个应用问题的叙述之中的话呢 我们要对于这个限制式目标函数 要弄得非常的清楚 把目标函数列出来之后 限制式一个一个要全部都要考虑进去 你少考虑了一个 你答案就不会是正确的 那么在应用题的部分呢 我们的叙述给各位同学的建议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它的题目都是很啰嗦 最好的话呢 就是用表格来先做分类 我们分类完了以后 再把它一个一个的话呢 限制条件找出来 这样子的话呢 你不怕烦 我们后面的话呢 做出来的结果才会是正确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